你好,欢迎来到西方史纲五十讲 所以啊,我不是拿牧师传教的思路来跟你讲基督教 而是从哲学家,历史学家的思路来讲 核心问题是,基督教到底交给了西方人什么样的世界观 他们如果接受了这种世界观 会对他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有什么样的影响 先来看看耶稣,他是基督教的创始人 他宣称自己是上帝的儿子 我们不信教的人没有必要去驳斥教徒们信以为真的东西 而是去寻找信仰背后的力量 耶稣说自己是上帝的儿子 他这么说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这是因为他要实行宗教改革 你会说,不对吧,李老师 耶稣创立了基督教,有他才有基督教 一个创教者,他要改什么呢 答案是,他要改犹太教 耶稣是犹太人 他对犹太上层利用宗教去压制人民非常不满 于是他就改动了犹太教的教义,收徒传教 结果就是,犹太教上层到罗马帝国那儿 告状检举耶稣意图谋反 罗马总督比拉多判处了耶稣死刑 把他钉死在了十字架上 因此啊,十字架也就成了基督教最重要的标志 这个时候你就明白了 基督教一开始是犹太教的草根分支 他迅速发展壮大 自立门户,成了一个宗教 耶稣死后啊,他的徒弟们继续传播他的教义 他们叫做使徒,使者的使,徒弟的徒 其中贡献最大的呢,当然是使徒保罗 圣经新约的作者就是这些使徒 他们把耶稣的言行记录下来 教导信徒,劝人们啊,皈依 在使徒传教的过程当中啊 保罗进一步发展了耶稣的教义 把他们从巴特斯坦地带带到了整个罗马帝国 把基督教从一个乡村的小教派变成了世界宗教 有历史学家甚至夸张地说 基督教可以没有耶稣,但是不能没有保罗 那我就带你看看,耶稣和保罗到底改了犹太教的什么内容 最重要的大概有六个方面 我带你一条一条看看 第一条,权威经典 这个你应该比较熟悉 犹太教的权威经典是圣经的旧约 而基督教的是圣经的新约 第二条,上帝形象 犹太教的上帝啊,是非常严厉的 甚至是严酷的 人类的表现不好啊 他就把人类全部灭绝 诺亚方舟只是其中的一次 基督教的上帝呢,是慈爱的父亲 他爱所有人 第三个,选民的范围 这里的选民啊,不是我们今天讲的 有投票权的公民 而是被上帝选中得救的人 犹太教的选民呢,就是犹太民族 而基督教的选民 是所有的信徒 不管你是不是犹太人 不管你是什么血统 只要信上帝,信耶稣 就能得救,就是选民 第四个,世界的结局 犹太教规定的世界结局啊 是上帝指引犹太人 去到迦南这个目的地 迦南是留着乃与蜜的好地方 就在今天的耶路撒冷附近 而基督教呢,把这个目的地改了 改成此岸世界将会消亡 此岸的任何地方都不再是人的目的地 最终的结局是末日审判 好人上天堂,坏人下地狱 第五个,教会的结构 犹太教的教会啊,是被祭司阶级垄断的 耶稣正是因为痛恨这种垄断的权力 发动了草根的宗教改革 所以呢,基督教的教会啊,是信徒的团契 团契也就是伙伴关系 他们之间充满了平等精神 第六个,核心的追求 犹太教教导信徒啊,爱上帝 爱自己的民族,是一种群爱 意识到民族的边界啊,靠他们的律法 而基督教呢,扩大了爱的范围 不仅爱上帝,爱自己的民族 还要爱所有人,甚至包括了敌人 是不爱 律法呢,就不再是最重要的 这六条对犹太教的改革啊,汇集到了一起 基督教教给当时的人们什么样的道理呢 什么样的世界观呢 就是耶稣那句名言 天国尽了,你们要悔改 大宗室的话啊,看起来很简单 但是里边的义运啊,真是回味无穷 我来跟你讲讲 基督教诞生之时,也就是罗马帝国初起 还有罗马帝国灭亡以后 中世纪,耶稣这句话 天国尽了,你们要悔改 这种世界观到底意味着什么 他对西方人的精神世界影响有多大 第一,说的是,这个世道太坏 天国尽了,实际上暗含着 此案就要毁灭了 耶稣生活的时代啊 恰好是乌大维在世的时代 你可能要问了 乌大维时期,罗马帝国不是找到了 适合大规模共同体的制度框架了吗 乌大维不是让罗马 万象更新了吗 怎么耶稣还在说世道太坏呢 根据圣经旧约的记载啊 两三千年 犹太人一直处于社会的底层 摩西带他们出埃及之前啊 他们是法老的奴隶 出了埃及几经辗转呢 终于有了大卫和索罗门这样英明的国王 可惜很短暂 他们很快又成了巴比伦的奴隶 后来呢,罗马人又来了 反正啊,从犹太人有记忆开始就没有几天好日子过了 耶稣呢 他代表的是犹太人的下层 是底层的底层 他们呢,对现实证据充满了绝望 所以啊,对证据有一种来自灵魂深处的疏远 这是犹太上层举报耶稣谋反的重要的线索 你看看,这人天天到处散布谣言 说辉煌的帝国世道不好 很快就要灭亡了 如果你是罗马总督比拉多 你听见这种检举会怎么处理 反正是个乡村牧师呗 连犹太人他们自己都不待见他 他是底层的底层 杀了他没有任何损失 反而对控制犹太人有好处 既可以施恩又能够立威 何而不为 但是给底层一希望 也正是基督教的魅力所在 在暗无天日的底层的底层 有人告诉他们 眼前的苦难不重要 至高无上的上帝是爱他们的 他们才是被上帝选中的人 无论在你看来 这种想法有多阿Q 但是对于底层的底层来说 这是他们生命中唯一的光亮 人活着总要有一丝希望 罗马人给不了 犹太人给不了 耶稣给了他们 而这一丝光亮 越是在世道黑暗的时候 就越发的珍贵 乌大为的时期 罗马还算是如日中天 对于基督徒来说 都是暗无天日 那你回想一下 我跟你说过的 中世纪前五百年 那真是身手不见五指 基督教在这么个时候 可不就成了人心里 救命的稻草了吗 第二条是说 人罪孽深重 耶稣在世的时候 主要是劝大家要悔改 每个人都有错 因为爱自己 就一定会伤害到别人 你可能知道 基督教讲原罪 这是因为亚当夏娃 偷吃了禁国 就染上了原罪 所有人都无法信念 这个论证呢 是后来的神学家们完成的 后面讲奥古斯丁的时候 我再跟你细说 在这里 我只简单的 给你做一个小实验 你就知道 虽然耶稣在讲罪孽 其实啊 他是在激发人心 最深处的善良 经济学里的囚徒困境 听说过吧 两个一起偷东西的贼 被警察抓住了 隔离审讯 如果他们拒负招供呢 两个人都会被释放 如果其中一个招供 他会被轻判 而另外一个 就会被重判 而最坏的结果是呢 两个人都为了自己 供出了对方 两个人都被重判 经济学通常用这个模型啊 来说明信息不对称 会导致公共利益的损失 如果我们把这个模型 搬过来讨论人心呢 每个人都爱自己 都把自己立一堆大化 经济学可能会告诉你 那就是市场经济啊 就会得到市场红利 耶稣却会讲 只爱自己的人 就是囚徒 所有爱自己的人在一起 就是相互出卖 相互伤害 这个世界可不就完蛋了吗 所以回想一下 我刚才提到的 耶稣对犹太教教义的 核心价值的改动 爱上帝 爱灵人 甚至爱敌人 只有爱 才能让你摆脱囚徒的状态 那你马上就会说 我爱别人 爱这个世界 他们不爱我怎么办 当你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心里的标准啊 就还是犹太教的老规矩 那就是 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 遵循这种逻辑啊 你最爱的 就还是你自己 所以啊 耶稣为了击破这个逻辑 故意非常极端的讲 别人打了你的左脸 你把右脸 也伸过去让他打 这个独特的思路啊 重点落在 你最重要的任务 是无条件地服从上帝的命令 有人打了你 在你生命中是接二位的 你是不是遵守上帝让你爱别人的命令 对于你来说 才是第一位的 他要作恶 上帝会惩罚他 你要行善 上帝会奖励你 只有上帝 居于所有人之上 成为爱的绝对标准 人才能摆脱囚徒的状态 所以啊 对基督教来讲 罪恶其实很简单 爱自己多过爱上帝 就是罪 这样的思路 教人很极端的 严肃的审视自己 不要说别人家又怎么怎么了 就说你自己 它实际上 具有极端做减法的功效 人本来是社会动物 处于形形色色的关系当中 基督教这种思路呢 就是叫你 不要顾及那么多的形形色色 只问自己如何面对上帝 你心里到底有没有爱 这种思路一旦成为人格 成为文化 就会有它鲜明的特点 利弊都很明显 好处呢 在于心灵的深度和责任感 会被大大的强化 坏处呢 在于钻牛角尖 叫尖 死心眼 这种宗教气质 在西方人的人格上 和希腊人留下来的深刻 和罗马人留下来的坚毅 会留到了一起 回想一下 我跟你讲中世纪的前五百年 没有最糟 只有更糟 面对这种绝望 没有信念 是根本扛不过去的 基督教在那五百年的严冬里边 是西方人最好的心灵鸡汤 好 总结一下这讲的内容 耶稣创立了基督教 其实他呀 是一个宗教改革家 他代表了犹太教的草根阶层 是底层的底层 保罗传教呢 完成了基督教的创立 基督教呢 有自己很独特的 对世道和人心的看法 他是底层民众 最可依赖的心灵的力量 在中世纪前五百年 严酷的条件下 更是显得珍贵 就像你知道的那样 基督教发展壮大了 在帝国时代呢 还成了国教 但是变成国教真的好吗 下一讲 我就来跟你聊聊 罗马皇帝君士坦丁的故事 看看基督教成为国教 是多么尴尬的事情 期待你的到来 咱们下一讲再见 请不吝해 计划 忍 Об momentos